中秋节快到了 不少人都会买月饼礼盒来送礼或是自己吃 台中一家知名的高饼店 中秋前夕总是大排长龙 不过有一位民众在网络上发文 说在蛋黄酥当中发现了一半的蟑螂 担心另外一半已经被自己吃吓肚了 对此店家出面回应 他们相当重视食品的卫生安全 目前还没有接获消费者反应 也积极联系对方了解情况 高饼店门口下午三点才开门营业 一大早就有不少排队的民众来卡胃 胃的就是要抢买这中秋知名蛋黄酥礼盒 但现在却有民众在蛋黄酥内吃到惊吓 吃到那个大小的时候感觉怪怪 然后发现怎么会有一只只剩半节的蟑螂 半只的蟑螂尸体和吃到只剩下一口的蛋黄酥 民众将照片PO上网 说该不会另外一半的蟑螂 已经被长辈给吃虾肚 担心身体被影响 这么多人喜欢的店 食安管控怎么这么糟糕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太饿了 加料不加价 还有人业余说好吃的配方 排队买蟑螂 对此店家也出面回应 表示每颗蛋黄酥都是师傅纯手工包制 将蟑螂包进蛋黄酥里头的几率相当的低 目前也都没有接获消费者反应 正积极与对方联系 了解实际情况 每两周都会固定请消毒公司 以及储存公司环境的消毒 那关键之后是会针对内部的环境做详细的清解 究竟蟑螂从何而来 店家还要再厘清 中秋节前夕 正是各家糕饼店忙碌时刻 业者也加强环境消毒 避免商誉形象受到影响 借讲刘其宇台证报道